銀債今天開始發行 入場費是一萬元 保證息率有四厘 高於通脹 以及之前發行的綠色債券 9月14日發行的 特別注意的是不設二手市場 看報道也看到 其實多間券商和銀行 都豁免了手續費、存儲費 代收利息費等等 想吸引這群由資金的投資者 你會建議投資者應該應夠多少 息率好像也挺吸引的 按照往績去看的時候 對上兩年 如果你營購13手的時候 是穩重的 所以相對上 來看的時候 如果你說考慮再博多一點的話 因為其實 中簽率的安排上 我想差不多是 其實是想安排人人有份的狀況 所以就是 譬如全部 可能按照往績來看的時候 他派了每人 就是你營購13手 都可以種得到的時候 你多於13手的話 最多的都是只有14手 不會有再多的了 所以按照參考來看的時候 似乎就 認購介乎13、14手 這已經是一個最高效率的狀況 來看的了 雖然現在沒有過二手市場 但是看到4厘 也是比較上高的狀況 市場可能就會想 會不會在明年再出的時候 會再有個息率會高一點呢 即是再等明年 我過往就留意到 其實他每兩年的息率 都是保持著那個 從2016年開始 到2021年的時候 橫跨了六批的銀債 每兩年 那個派息都是 即是每一國的公佈利率 都是一個穩定的狀況 即是16、17就一樣的 18、19又一樣的 沒錯 所以現在2022公佈了4厘的時候 很大機會2023年那批 都是4厘的了 相對上來說 其實都是已經有一個吸引力 變成如果你說 其實都是打算放到到期 沒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是適合營口的 即是你的建議 會不會說都是營救14手 是一個能夠將你的資產最大化的策略 我覺得都會 當然你說 因為14手就有一個不確定性 但你相對來說13手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13手是一個挺好的 一個應購策略 而今次發行的總體金額又上升了 即是他們350億 然後有機會提升到450億 會不會說 其實如果保守一點點 又預計今次可能派多一點點 又會營救多一點點 如果你說應購多一點點 即是你有個心理準備 就肯定有一些是派不到給你了 那個狀況 去參考的時候 2020年那個金額是150億 去到2021年就已經是300億 但是2020年和2021年都是13手穩定 全部都中了 所以你現在再擴大了那個金額的規模的時候 正常來說 就只是確保到應該是應購13手就沒什麼問題 你高過13手的時候 可能就未必派得續給大家 那大家就參考一下 Thomas找了一些很詳細的資料給大家 好